《財經世界》連結你我 歡迎回來 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汽車 7月我們看到數據 中國汽車銷量是延續了 二季度以來的回暖勢頭 根據最新銷量的數據 7月內地汽車產銷分別達到 220萬輛和211萬輛 同比是增長了21.9%和16.4% 我們看到作為國民經紀的支柱產業 中國汽車產業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之下 是積極在自救 也正是得益於各家企業 在全力地促進復工復產 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中國汽車業為國民經濟復蘇 六穩六保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這次疫情還有市場的考驗之下 將會進一步加速汽車產業的結構調整 來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的優化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這也將會成為中國汽車行業 新的一個加速的起點 那麼值得一提的是 7月中國新能源車市銷量是由負轉正 也是實現了2020年以來首次同比正增長 那麼在此前 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是自2019年7月以來 已經是連續12個月出現了負增長 得益於這個疫情的有效控制 中國車市也是成為了全球車市最先復蘇的板塊 去瞭解中國市場正在成為歐洲汽車品牌銷量的重要陣地 而這個背後體現的正正是中國消費者對於歐洲品牌的偏愛 也是得益於一些德系車企在中國市場的長期深耕 同時中國在全球汽車產業供應鏈當中 也是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 中國零部件企業也為歐洲的汽車供應鏈裡面提供了穩定的助力 有德國汽車行業專家就表示 但是全球汽車行業的樂觀跡象都是來自於中國 與中國有緊密聯繫的車企有機會成為最終的贏家 而歐洲市場仍然是深陷在疫情的危機 回歸往日的過程恐怕要倒足且長了 不過近年上半年的時候 歐洲的新能源汽車市場正以極快的增速來超越中國市場 數據就顯示到 今年上半年 國內新能源車銷量是同比下滑44% 達到33.5萬輛 而歐洲新能源汽車的銷量是同比增長了52% 達到了40.3萬輛 對此您的時代董事長就公開呼籲說 中國新能源汽車不要起那麼個大早 卻趕了個晚級我們把基礎設施全部給做完了 人家開始熱邁了 這句話確實話粗理不粗 要把握住時代的先機同時也要加強自身的實力 率先復蘇的中國市場也是為移眾的歐洲車企的全球銷量 確實帶來了一些積極影響 根據ACEA發布的今年6月 及上半年的歐洲地區乘用車銷量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歐盟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和英國的乘用車銷量 共計是510萬輛 同比下滑達39.5% 是十幾年來的一個最低水平 但至少中國提供了一線希望 消費市場正在迅速的反彈 畢竟這時間就是金錢 由於中國的疫情爆發的早 所以這個產銷恢復的也早 車企是從2月10號開始陸續復工 疫情中心武漢工廠的生產線 也是在3月11號開始恢復 3月底的總量一個打產率 已經是與去年同期水平相當了 早在3月的時候 戴姆勒 大眾寶馬等CEO 就公開表達了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數據也是證明也的確如此 中國汽車市場的表現是顯著 跑贏了其他地區市場 確實 尤其像中國豪車市場 在疫情期間更是表現出了 一個強大的韧性 今年上半年 像奔馳 寶馬 奧迪 等等的傳統的豪華品牌 在全球的銷量同比下滑達到兩成左右 但是在中國 BBA 2 季度 反而是錄得了同比15%以上的銷量增幅 其中奔馳在滑銷量 同比增長21.6% 寶馬和mini品牌的銷量 相比於去年同期上升17.1% 奧迪則是連續三個月銷量 同比增長超過15%了 保時捷中國總裁及首席執行官就表示說 2月保時捷中國銷量 受到疫情的影響是大幅下降 但是在3月和4月 它們的單月銷量是都超過了去年同期 分別實現了1%和5%的增長 業務已經是逐漸回歸正軌 5月的銷量又回到了以前 一個強勁增長的態勢 達到了它們在疫情爆發以前 所設定的目標 那麼6月保時捷在華的訂單量 更是創下了一個歷史新高 面對如此大的一個中外分歧 那麼專家就分析 風景獨好主要還是得益於中國目前 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得利 居民生產生活基本恢復 而且國家在努力提振市場的活力 從而是穩定了消費信心 那麼在這一背景下 中國市場是成為了全球諸多車企的壓艙石 從今年2月份以來 從中央到地方 相關部門是不斷地推出 刺激汽車消費的政策 包括增加限購汽車耗牌的配額 應地質疑的出台 促進新能源汽車的消費等等 那麼與中國車市迅速回暖不同的是 歐洲車市仍將要面臨一段長時間的 一個疫情緩衝期 未來12到18個月裡 歐洲主要汽車市場都將會面臨一個困難的形勢 汽車製造商和供應商的裁員的負面報道 將會也是持續成為媒體的頭條新聞 僅僅是在德國 預計將會有10萬個工作崗位受到影響 由於市場需求大幅下降 今年歐洲的汽車產量是驟降了24% 達到了1200萬台 這也會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 歐洲是大約有700萬輛汽車的產能被閒置 尤其是在西歐 那麼除了汽車產銷受到疫情影響 全球汽車產業鏈也都受到了波及 目前基於全球生產網絡的跟隨採購和控制成本的需要 中國在全球的供應鏈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公開數據顯示 2018年中國汽車零部件產值近4萬億元 零部件出口額達700億美元 佔全球出口額10% 新能源汽車是中國多年來重點支持的一個發展方向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 7月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10萬輛和9.8萬輛 同比是分別增長了15.6%和19.3% 為今年以來的首次正增長 據了解受到補貼退坡以及車勢疲軟的影響 從去年7月開始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這個銷量是連續出現了12個月的下滑 那麼此次一個銷量的增速由負轉正也確實是一個難得的好消息了 不過中國新能源汽車的一個銷量正在是被歐洲趕超 我們看到7月德國法國和英國等8個主要歐洲國家的新能源汽車銷量超過了9.9萬輛 同比增長呢是達到214% 從總量上來看今年上半年歐洲新能源汽車銷量已經超過中國 所以有觀點認為歐洲新能源汽車的逆势增長 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歐盟執行的最嚴厲汽車碳排放的標準 目前部分歐盟國家已經制定了一個燃油車競售的計劃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各大車企都紛紛在加速電動化的轉型 那我們就以這個戴姆勒為例 在2019年法蘭克福車展上 戴姆勒集團首席執行官是提出了2039願景 其中就包括2022年在歐洲實現車輛生產的碳中和 2030年電動車型將會佔據到乘用車新車銷量一半以上的份額 2039年實現乘用車新車產的一個產品陣容的碳中和全面電動化 那麼在全球範圍內加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油電平價正在使加速到來 到了2025年電動車首購成本應該就和傳統車是基本吃平了 所以基於電動化的規劃 戴姆勒 寶馬 大眾都在進一步的強化在中國的本土研發生產和採購 專家呼籲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市場不應該起個大噪 但是趕個晚急 而目前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經過十多年的長足發展 新基建也將會起於新能源汽車行業更多的增長空間 因此中國新能源車相對成熟也搶佔了先機 歐美車企進攻中國新能源市場仍需要有適應的過程 所以專家也呼籲要客觀理心地來看待歐洲新能源汽車市場的蓬勃發展 我們也希望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發展也會如此地蓬勃 好的 這一節時間關係 財經事件先到這裡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再會 - 字幕志位- 36,1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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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1968-2552-1962-1961-1961-1979-1979-2031-1962-1952-1968-2650-1962-1952-2071-2062-2055-2162-2063-1961-1961-1962-2262-2262-1963-2079-20063-2063-2062-2062-2063-20 surgeries-2063-1961-1961-19-2062-2062-2184-2022-2165-2063-2062-2076-2562-2062-2061-2063-2073-2062-2062-2062-2032-2082-2062-20 føede 2062-251232-201662-2053-2062-2062-20necess-2062-